杭州转塘沙秀路附近有个云潮美玉商务中心 郑先生说他和朋友在这各有一套公寓 因为朋友太忙把房子委托给他打理 前段时间因为马桶要维修 他把两把钥匙放在了屋里 5月1号晚上他带租客来看房 打算到房门口再通知屋里管家送钥匙 我走到门口听到这个房子里面有声音 然后我以为是小偷 然后就拿出手机进行拍摄 打开门之后发现一家三口 他们说这个房子是他们问物业租来的 他们是外地游客 然后过来杭州旅游的租一天 多少钱 多少钱没说 郑先生提供的视频中 他当时是敲门进入的 里面有人 郑先生说房子里之前没有热水壶等日用品 也没住人 那天我赶紧去物业找这两把钥匙 然后发现钥匙已经不在了 然后物业的这边负责人说记录上查不到 他们说这个钥匙去哪了 被偷了 被谁偷了 被其他的看房的人给偷了 郑先生说 当晚带看的租客很生气 那一家三口也很快离开了 5月4号 他从物业拿回了钥匙 物业没有经过房东和我们的同意 就私自进入这个房子 我认为已经侵犯了我们业主的权益了 然后希望物业给一个说法 我这个房子就是委托郑先生帮我再打理 对陌生人进入我的房间我很气愤 我觉得物业这块管理的是很不到位的 那你们先出示一下什么的证件吧 出示一下证件 还有我们这是没有采访权的 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物业人员不存在说第一 说收取租客的什么现金 第二物业也不存在说私自 说把一组的这个房子给租出去 方经理说这套公寓的房东 之前请物业推荐租客 那天他们以为是有租客看房 就直接把钥匙给了出去 没有登记 过了一会儿 方经理又改了说法 当天领的钥匙好像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专门是搞民宿经营的人 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前台有监控对吧 他有的比如说你像晚上他可能比较急 他过来直接直接把这个叫钥匙拿走 那我们也正常给他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 那天领钥匙的监控我们能看一下吗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没有问题 不过之前那位工作人员却表示 不能提供监控还报了警 现在你拍我干嘛 你是谁是负责的 你是负责的 我不是负责的 我是这个录像的 记者又向房东确认 对方表示只把房子委托给了郑先生 他们打算先等等警方的调查 18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